多謝《直白開》的介紹 我們一起唱Tenner 很多年前 想問有幾個人在1970至1974的時候 有幾個人在一起 舉手看看好嗎? 有幾個人? 很開心在這裏回來 和大家一起 我1970年進入寧傳堂 我本來有很多頭髮 哈哈 那張照片其實是寧傳堂的位置 我是去寧傳堂的位置 右下角是甚麼呢? 杜惠英在這裏 我參加團契 有一次請了一個聖經工會的人 來分析聖經 我還記得是《以忽所》的一段經文 叫我們寫大綱 就是分析這段經文有幾個要點 那些人每個人都寫得不同 但當時給我一個很深刻印象 就是可以將聖經寫大綱1、2、3、4 和箭嘴從什麼到什麼後果 以及我自己加上不同的火和顏色 我用三個顏色 紅就好像耶穌的補血 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 藍就相反就是神的審判、懲罰、警告 綠色就像樹葉一樣成長 這裏是我記錄的一本聖經 其實我幾本聖經都記錄過 現在來說 我看甚麼經文都不需要記錄 我一望已經看到它的內容 分析內容對我很大影響 因為後來我去讀神學的時候 首先在讀聖經大學的時候 主修是聖經科 讀神學院的時候 兩個碩士學位都是釋經神學的 我很著重釋經 但你不要以為我很多理論釋經 我會應用出來 即是釋經完了是應用出來的 今天我們可以選一首詩歌 就是《恩信清義》 以及一首呼召信主的詩歌 說到《恩信清義》帶來的後果 我都少許介紹一下自己的 我曾經去十五個國家宣教 因為其實是很需要的 我去到很多地方 他們跟我說怎麼說呢 當然他們是英文說 李牧師 你是來到唯一帶領我們的聚會 是訓練我們侍奉的人 因為為什麼呢 有很多牧師去帶領聚會 就是帶領聚會 我離開後就沒有了下文 但是我去到是怎樣呢 我是訓練那些教目 如何興起人士奉神 如何用方法幫助他們 和神有建立心的關係 處理生命延合 發揮生命被神使用 我上次也送了十幾本輕鬆則性的書 給一些人 我今天帶了十本來的 如果你是有心侍奉神 我就會送給你 這本書也講到如何建立同神 愛的關係 由處理生命 然後發揮生命 其實在網上也有很多我的宣教的影片 我們今天的訊息就講到 歡歡喜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然後首先就是 第一個要點就是 如何站在神的封城的恩典之中 這個經文就先讀過 我首先很簡單去解釋一下 這裡講到就是恩信清義 第一點是恩信清義 其實這個恩信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是很大的禮物 耶穌說的一個比喻 有一個人欠了主人一千萬兩銀子 他幾世都還不到 一千萬兩銀子是還不到的 那些錢太多太多了 但這個主人免了他的債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欠神的債 我們很多的罪 我們一天想不好的事情 負面思想有多少次 雖然我們越親近神越少罪 但始終我們都會有罪的意念出現 我們可以盡快處理 盡快就是一有罪意念立即處理 但的確很多人沒有即時處理 其實一生我們有很多罪 但當我們信靠耶穌 祂完全赦免我們的罪 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很感激神 很歡喜神 我很歡喜神 今次講到恩信清義帶來五個後果 即是神帶來的祝福 第一就是恩信清義幾大的恩典 接著的後果是與神相和 與神相和即是可以和神做朋友 一會兒我會講到 與神關係可以有不同的層次 很多人相信耶穌 但與耶穌的關係如何 是距離十萬丈 耶穌在哪裡 很遠很遠 眼前看到很多問題 很多困難 他不是看到耶穌有多好 我可以天天靠著耶穌的胸膛 可以愛慕耶穌 倚靠耶穌做好朋友 做新娘 聖經說到我們將來是辛苦 天上是辛苦 當然這是沒有性關係的辛苦 我們現在都可以和神有這種新郎新娘的關係 與神相和可以有不同的層次 好的關係 接著進入所站的恩典中 這些經文我會逐點解釋 其實有很多恩典 我們呼吸的空氣都是恩典 聖靈感動的恩典 聖靈喜來的恩典 聖靈給的恩賜的恩典 很多恩典 數之不盡 你看到周圍的這些膠 這些都是神造的材料 所有一切我們有的東西 都是神給的恩典 所以我們能夠站在這個風性的恩典 是非常好 很多人相信耶穌 為什麼人們相信耶穌這麼開心 我相信耶穌這麼不開心 有些人有很多煩惱 激氣怒躁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知道 如何得到這個風性的恩典 救恩呢 你真信耶穌 真悔改是一定得到的 不過 神的喜樂不是每個人都得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心裡有很多東西堵住 當我們能夠放下罪淡 倚靠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 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這個風性的恩典 就更在生命中彰現出來 然後歡歡喜喜開開心心 這個盼望神的榮耀 這個盼望神的榮耀 不僅是將來永遠的榮耀 聖經說到是榮上加榮 就是說到我們今生可以彰顯神的榮耀 即是恩信之義可以帶來彰顯神的榮耀 而且在患難中都歡喜快樂 這件事很多人來講 覺得很難以想像 為什麼在患難中可以起落呢 保羅說到 在患難中更加成長 更加得力 最後一點就是 為何我們能夠從神得力 為何能夠患難中歡喜喜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為什麼可以有忍耐 患難生苦惱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患難生悲慘 痛苦 埋怨 不是每個人都生忍耐 什麼人可以生忍耐 是聖靈 因為 留意這字眼 在傳契的聚會 留意的重點字 因為聖靈所賜給我們聖靈 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中 因為我們與神有好關係 神是可以經歷的 他的平安 有沒有經歷過神的平安 喜樂 愛力量激勵 是全部可以經歷的 所以這裡講到五點 我再講一次 第一 與神相和 可以進入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第二 可以站在神的恩典 有很豐盛的恩典 第三 就是盼望他的榮耀 不僅是將來的榮耀 今生都榮上加榮 第四 就是在患難中都歡歡喜喜 並成長 第五 就是能夠經歷到神的愛 和他不同的屬性 好 我們現在進入這幾點 第一點 就是能夠得與神相和 和他和好 和他和好可以有不同的關係 大家留意一下 右邊就是人和神的關係 左邊就是他如何看神 或者耶穌 右邊有些基督徒只會看 我是受造之民 神是創造我的 只是這一種關係 上一層是被拯救的天國公民 為何我不寫子民 因為有些人只是覺得我是公民 只是在一個國家有份 而不是子民 好像是屬於他的子女 我們是他的兒女 神是我們的父 然後有愛神的兒女 有些基督徒愛錢 愛子女 愛孫 世上的東西不是多於愛神 神是最好的 最大介面是盡心盡盛盡盡力 愛主你的神 所以愛神的兒女 是和神關係更好 然後是侍奉 不要以為是侍奉 就是傳道人 所有基督徒都侍奉 馬太福音25章說到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這個人得到永心 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這些人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是進入永營的 即是真基督徒其中的果子 是會侍奉神 侍奉神包括什麼呢 鼓勵人 祝福人 傳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教會 這都是侍奉 任何時間 榮耀神都是侍奉 每一個真基督徒一定有侍奉 如果沒有侍奉 他不是真基督徒 即是生命沒有彰顯神的榮耀 放開這先說說經文 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口裡承認就是侍奉 即是會彰顯神的榮 不過很多人侍奉是重淡的 哎呀 人都不聽話怎麼辦 哎呀沒力了 哎呀呀 侍奉得很累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相信耶穌的說話 他說我的欺騙是容易 我淡是輕省的 怎樣呢 就是滿有耶穌的喜樂平安 你就能夠輕省地侍奉 而且滿有喜樂平安的人都受感染 他說耶穌好像你這麼開心 我也想 這樣就會被感染 而且神的祝福 他的恩典會臨到他身上 所以我們每個都可以做什麼呢 樂意的伯仁 喜樂的伯仁 我想說這些層次不代表你是一個層次 我們可以有多重層次 朋友 即是和耶穌是朋友 老友的耶穌 你真是好 我歡喜耶穌 我經常跟耶穌說話 耶穌是很歡喜的 因為耶穌說到 我們親近他就親近我們 我們想到他 他就想到他 我們就多結果子 即是神可以和我們有很親密的關係 然後就是諦生神子的諦有 諦有不只是祈禱 祈禱很重要 不過他會諦生神的子 神的知是拯救更多人 更新更多人 祝福更多人 所以我有機會不斷去訓練 去侍奉 去宣教 雖然在疫情之中我出不了 但我在網上開始了 網上的訓練的侍奉過程 其實我現在已經開始了宣教 如果你很有心的宣教 你可以跟我說 我也有心的 試一下 跟你去宣教 因為真的有很大的激勵 毀身 神的旨意的盟友 最後我們想說到 在世上都好像新娘一樣 同時是 神我想到你我就歡喜 聖經說 以神為樂 以耶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字給你 以耶為樂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你的喜樂是否從神而來 因為從錢、從享受、飲食、旅行 因為是從神而來 你從神而來 你自然整個生命就彰顯神的榮耀 你就像是和神戀愛 神啊 我想念你 我真是想念神 我喜歡神 我半夜醒了我都謝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這就是與神相交一個不同層次的關係 如果大家說 哎呀 我未到這個位置 我想說 你只要一點點向神的動作 神一定會歡喜 因為聖經說到 有一句說話很重要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代表什麼呢 你做一點點是對的事 我都喜歡 耶穌不是說 你大人相信耶穌我才喜歡 當然大人相信耶穌一定會喜歡 不過耶穌不是這樣說 是說一杯涼水 主要說什麼呢 就是你做一點點跟著我的子 我就歡喜 我就祝福 賞賜 紀念 他賞賜一定有紀念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神是很容易討祂喜悅的 只要我們向神的方向去 而討祂喜悅 他亦都會祝福和賞賜 這個東西很特別 神是會 只能不能不得賞賜 而想自在 包括今生和來生 所以說到 主神傷我 又說到 恩典頓勒 所站的恩典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想說 恩典不僅是救恩 在哥倫多後書12章8節 那裡說到 保羅曾經求主 將這根刺除去 但是主沒有應許他 將這根刺除去 主要有什麼說話呢 第二行那裡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視在人的軟弱上 這給我們看得到 恩典不僅是救恩 不僅是我救恩救你用 我的能力 所以恩典代表 是所有神給我的能力幫助 這些都是恩典 從這個經文我們看到 恩典不僅是救恩 亦包括神所有給我們的祝福和幫助 這些都是恩典 我都要說出這麼多恩典 我不用慢慢讀 我用口說就可以了 有什麼恩典呢 第一 我們還沒信耶穌的時候 神用不同的人感動我們 帶我們回去認識耶穌 神用不同的人 用各樣的智慧帶我們去信耶穌 聖靈會感動我們 其實當我們信主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不是你說我想信主以後 而改變 當我們聽到 譬如有些人在報道會 你聽到 哇 心很激勵 哎呀 我很想信主 不過我不敢舉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你的經驗 你很想信主 不過你不敢舉手 其實是聖靈在感動你 聖靈已經改變你 所以在《以法所書》二章說什麼呢?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祂叫我們活過你 就是在那時候 神就將我們重生 在那時候 裡面就重生 你便會表示你信主 你便會舉手 其實在裡面已經改變了 這就是神的工作 變成祂一生帶領我們 我們多次犯罪 但是神沒有丟下我們 神多次感動我們 加力給我們 給我們恩賜給我們 給我們機會我們適服 會紀念和賞賜 賜給我們有頂子 會鼓勵支持我們 有各樣的機會 我們可以發揮 任何我們造在人身上 神都會歡喜 亦都在供應上 給我們日用的飲食 給我們健康 給我們美麗的環境 我和大家很喜歡出去 拍雀仔 拍胡蝶 拍花 真的有很多種很漂亮的雀仔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享受的 當然天堂更漂亮 將來天堂更漂亮 這一切都是恩典 其實基督徒是可以這樣 但為什麼很多基督徒 活得怎樣呢 很煩惱 甚至有情緒病 聖經說其中的恩典是 喜樂 平安 有力量 充滿神的恩典 神的同在 為什麼很多人沒有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 原來這個恩典 每個人得到的恩典 是跟我們有直接關聯的 我們有多信靠神 倚靠神 神 拔著神 我們越拔著神 我們就越得到神的封城 恩典 祂想給我們 祂已經給我們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首先就是 地和其中所有都屬於神 全部一切都是屬於神 即是神有權兵 可以給我們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我們需要的 在發揮生命 走在神的旨意 神都會給我們 所以這件事 就是 祂有這個權兵能力 我們就可以順靠 我無論什麼困難 健康的困難 家人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神都有資源去幫助我們 我們也幫助一些人 情緒問題 幫助他 真的 他倚靠耶穌得意志 首先我們從聖經和實際生活 我們看到這件事 左手邊灰色代表不太好 少祈禱的 自然是少得力的 他少信靠神的 常常憂慮的 情緒化的 對神和人都埋怨 自然他的生命是好 即是 神是給了他的恩典 不過那些恩典 左隔著 就是他的罪 他的左隔 右邊是怎樣 他多祈禱 多信靠神 處理生命 以神為樂 愛神愛人 全部 他自然隨時得力 隨時將遠神的榮耀活在 起落平安之中 生命發揮 祝福更多人 也得到今生內生的祝福和力量賞賜 這個經文很特別 羅法書八章三二節 神記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一 喜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 伯伯的賜給我們媽 神母愛惜他的兒子 為我們捨了 也把萬物一同白白賜給我們 是給我們 不是我們賺回來 是給我們送給我們 所以是恩典 恩典不是行為賺回來 我們要記實 不是我做好事 我賺取神的恩典 不是 完全是禮物 不過很多人因為沒有信心 禮物怎麼拿呢 就是信心 譬如有人請你去喝茶 我已經給了錢了 我先謝謝你 我信心 我接受我的朋友 不是騙我的 他是真的給我錢 我便放心 走出去 不用怕別人 你還沒給錢 你幹嘛走出去 我放心 這就是信心 就是神的恩典給我們 我們就放心去領受 信心去領受 這個下面我所寫的意思是什麼呢 神給兒子 和給萬物 這些都是禮物 都是賜給我們 都是禮物 不是我們賺回來 所以我們信靠就得到 但是信靠是會有果子的 就是我們信 有些人不信耶穌 為什麼只坐在那裡 甚至有些聽到就開始睡覺 真的有這種人 這裡暫時沒有 我看不見 哈哈 幫我見過 他說他的信心 他是信 不過這個信心是非常被動 也不影響他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說 神這麼好 其實鄭先生的八開也都說到 關於創造 我是讀科學的 我在信耶穌的過程 我是研究科學 研究證據 聖經的證據 聖經的預言 聖經的經歷性 各樣的證據 聖經的科學性 然後我知道神是真實的 由我全然相信 我反思很多次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有天堂地獄 我是確實的 如果中間有人說 我不知道 我想知道 我很樂意再回來有訓練 你也可以透過梁姑娘找我 我樂意幫助你 事奉上我樂意幫助 我真的研究過 知道神是這麼真實 祂比我們的恩典 是這麼大的 當我一信耶穌 神是真 我即時心想 全世界這麼多人 他們是否真的信耶穌 是否真的得救 甚至當時我回團契 我已經開始有一個動作 我多謝耶穌 我開始想 不知道是否每個回團契 的人都清楚信耶穌 是否清楚神是真的 我跟他們聊天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發現有些不是 我便開始故意早上 跟一些人聊天 然後便遲走 又跟他們聊天 甚至我有些人陪他們出去 經常走到外面 彎仔那裡 那些人才能走回去 我有個心 我很想幫助其他人 能夠清楚知道神是美善的 信心就會產生果子 其實我向我周圍的人傳呼音 傳我的家人 我家人說 你以後不能再向我傳呼音 但我內宗又說一次 內宗又說一次 但現在已經成為了 一起聚集 我們一起祈禱的 每次我都說耶穌 即是說 我們時時都因為有這個信心 自然有這個生命的彰顯 有這個生命的彰顯的時候 我們就領受到這個萬物 因為我們和耶穌有關係 和耶穌沒有關係 但是自然得不到喜樂平安 自然沒有力量 因為聖經有說 等候耶穌必重生得力 那些人都沒有等候神 都沒有去報告 都沒有去思想 就夜思想神的話語 都沒有去思想神的話語 他是難於得力的 其實是喜樂的 很多人想聆修 看聖經有其是很悶的 因為他的心態 好像上學讀書一樣 所以就悶了 但是他說神有很多應許 每個經文 那時候我曾經 在那時候去屈臣市 托汽水 我那時候暑假 讀書時間 我就信了主之後 我買了一本小的聖經 這麼大本 我就放在褲袋裡 很多時候休息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念聖經 就是那時候開始的習慣 那時候就念一些經文 還有思想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這個經文 神都將萬物給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很多的恩典是給我們 那為什麼有些基督徒 會吵架 家裡吵架 家裡不和 和太太不和 為什麼會離婚 因為他沒有把耶穌放入他的生命 沒有真的讓耶穌作主 所以我們有這個情況 我們需要求主赦免 也處理生命 我本書輕鬆得性也講到 處理不同生命的問題 好了 恩典全部是禮物 但是聖經是有講到 每一樣的禮物 都必定有人的回應 就算救恩 也一定人有悔改信主 不會說不信主也會得到 一定是悔改信主 然後我們遵從神 是有福的 就建造在盆石上 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的 是各樣的恩典 先求神的國和余義的一切 就加給我們 以耶穌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連率人的必無連率 給一杯糧水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聖經是有講到 必然我們 將我們的信心活出來 跟從神的時候 必然神是起源 必然將恩典賜給我們 是足夠我們用的 我自己在侍奉的時候 我發覺神真的各樣的恩典 因此機會都賜給我 我多謝神 多謝神給我 是恩典 我們越領受越得到 大家想不想 你想想你的生命 進入這個豐盛的生命 有些人說不行了 我已經拿下油卡 不行了 唉呀 我想告訴大家 我也是拿下油卡 不要緊的 你還有的時間 就算一天 你的生命 將恩神的榮耀 神都起源 我試過有一次 在我以前的教堂 侍奉的時候 有一天有個婆婆進來 跟她聊天 她說到她的全方熱心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這個年長的人 很熱心 我即時請她在教會 崇拜那裡分享 我說你的熱心 我覺得很欣賞 原來是不算年紀的 你只要心裡榮耀神 你真的說神真是好 你的言語就是榮耀神 你就是神所喜悅 你就會越來越看到更多恩典 你想更多恩典 你就越信靠神 親近神 倚靠神 越活出神的恩典 你整個生命 必然完股 必有力量 那如何得到神個人的祝福呢 聖經講得很清楚 神是愛的人而被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我有很多恩典 我想也想不到的 神為我預備 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先求神的國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想多些人相信耶穌 又為祈禱 又帶他們相信耶穌 第二 耶穌的國是哪裏呢 是祂作王的地方 你的心 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地方 是不是神作王的地方 你用神作王 和先求神的義 第二就是耶穌的義 第二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遵從神 這時候 這些一切就會加給我們 就會有衰用的一切 由路加說到 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以神為樂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原來當我們跟從神吩咐的 親近祂 愛祂 倚靠祂 侍奉祂 必然得福 你就進入神各樣封城的恩典 好了 說了恩典 聖經同時有警告 我們需要警告 不過警告不應該是主要的動力 什麼意思呢 我不是經常說 我不侍奉就慘了 神就追討我 不是這樣的心態 我們應該喜樂侍奉 不過在內心有一個提醒 我們犯罪 我們不遵循神 我們不侍奉神 是有一個破壞性的 我們看看這些經文 洋人本人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耶穌依奧這個病人 祂說你不要再犯罪了 因為你如果犯罪 你會遭遇得更加厲害 就是說 原來犯罪可以帶來破壞 為什麼這麼多家庭破壞呢 就是因為罪 第二 信若情欲殺准 必從情欲收敗壞 你信若情欲一定收敗壞 不同程度的敗壞 敗壞是什麼呢 敗壞自己的名聲 敗壞和人的關係 敗壞自己的內心 敗壞和神的關係 敗壞自己的侍奉 我認識有些牧師傳道犯罪 失去侍奉的崗位 是很淒涼的 很淒涼的 牧師也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因為罪 而得到 經歷到敗壞 不要讓魔鬼留地保 因為魔鬼偷竊殺害毋壞 你有什麼他偷什麼 你的健康他可以偷 因為當人煩惱他還沒有病 他偷你的家庭 偷你的健康 你的心裡的平安 你的侍奉的機會 魔鬼絕對想偷竊殺害毋壞 這是我們的提醒和理解 譬如懶惰也是 涵懶不結果子 耶穌說了一句比喻 將這個無花果樹撒白 但是那個管員說 給他多點時間 我到處挖土加上睡 看看他再結不結果子 否則就撒掉 有清楚地說 涵懶不結果子是可以撒掉的 當然我們不是經常說死了死了 而是我們說 我們侍奉神 一杯涼水 神也喜歡 我們看到教會裡面 有些新人 我們關心他 神也喜歡 我們看到鄰居 他關心他 傳福音是神喜歡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便侍奉得喜樂 每一樣我做的事 神也喜悅 我親近神 神也喜悅 這一點是我們祈禱和侍奉 一個得力的鑰匙 也是聖經的應許 不是我作出來的 因為聖經說 神是喜悅那些親近祂的人 所以我們每次祈禱 我讚美耶穌 我感謝耶穌 神就歡喜了 這是得力的鑰匙 有些人祈禱 神是否聽我祈禱 我祈禱有沒有用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我們說 我一祈禱 神就喜歡 神就歡喜了 神就喜笑了 聖經講到西班牙書三章十七節 神因我們歡恩喜樂 勿言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所以當我們親近神 神會歡呼 這就是給我們鼓勵 原來我親近神 神就開心了 所以我親近神可以開心地親近神 這是喜樂的鑰匙 你每天親近神 多謝耶穌 我親近你 讚美你 你就歡喜了 我又可以歡喜了 這樣我們更容易 將心中的憂鬱全都医治 有一點很重要 好神喜樂是不難的 完美是難的 但是神不是說你完美才熱 神才歡喜 神說你一杯涼水都歡喜 一個罪人悔過在天上為祂歡喜 真心討過神就祝福 真心愛主 神就賜給祂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一杯涼水就必得上次 所以說到任何的動作 神都歡喜 這一點是很有幫助的 即是說 任何我做的事 我們沒有誇要 我今天傳了福音說 我今天很厲害 沒有誇要 因為我們一樣有很多罪 我們只是說 主的恩典救我用 我傳福音是榮耀神的 我不要誇要 我不要有驕傲 因為 驕傲這個敗壞以先 人心驕傲 就是驕傲一定是大力破壞 所以我們不要驕傲 但是我們有機會侍奉神 我們就歡喜 我們可以歡喜 不過不要驕傲 開心我今天有機會傳福音 多謝耶穌有機會傳福音 這樣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知道 我們在走神的路 如果不完美怎麼辦 做得不好怎麼辦 求主赦免神又喜歡 其實很簡單 我做任何動作 適合神的心 神又喜歡 如果有做錯 求主赦免神又喜歡 我繼續努力下去 有些人會跟我說 你是不是給了一杯涼水 當然不是 一杯涼水 神也喜歡 我當然做多些 有機會做多些 亦發揮整個生命 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將身在獻上當作活際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電化 就能夠察現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這個旨意是很美麗的 所以希望大家學無這個旨意 亦不難的 對於恩典錯誤的觀念和正確的觀念 我們都在說 站在這個恩典之中 左手邊的是什麼 不信神的恩典很偉大 於是靠自己來獻入生命 靠自己賺錢 靠自己找老婆 其實神不是你預備的 你求救神 或者是老公 或者是單身 有些人說 我找不到 不要緊的 單身也可以很開心 單身也可以喜樂 神的恩典救我用 即是相信神的恩典救我用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一切恩典都是來自神 我們親近神就可以了 遵從神就可以了 第二 有些人覺得 我永遠不能達到神的標準 所以得不到大的恩典 即是神都不喜歡我的 就害怕 我這才說了 就是討神美人是不難的 任何動作 我們合乎神的心意 神就歡喜了 不對 我們就求主赦免 改過就可以了 所以這就是正確了 第三點 是錯誤的 就是覺得犯罪不要緊的 就不相信有什麼 罵人說閒話 去喝茶當然是說誰的 不是說什麼 有什麼話題 這些人就不知道 原來這是敗壞的 是會敗壞的 是破壞的 就不相信罪可以破壞神的恩典 就是神的意外破壞 不過是得不到神的恩典 這是錯誤和正確的觀念 好了 下一點 之前第一點是最大的點 下面的就簡單一點 歡歡喜盼望神的榮耀 第一就是歡歡喜喜 經文說到歡歡喜盼望神的榮耀 有什麼原因歡喜呢 我都不用大家讀字 我就這樣說出來 為什麼歡喜呢 神這麼愛我接立我 神為我預備了這麼多禮物 神一直感動我 改變我 更新我 我做什麼是對的 神都歡喜快樂 祂賜給我喜樂平安 又為我預備了這麼多 公聖恩典 這麼多禮物 我就歡喜了 而且我一祈禱 神就喜歡了 我一讚美神 神就喜歡了 我一侍奉神就喜歡了 所以基督徒是可以起落的 世人是沒有什麼原因起落 世人要靠什麼呢 我有錢有成功 有什麼得到才開心 但是基督徒不是 我們走神的路就歡喜了 是不是容易 其實這是一個心態問題 很多人喜歡看 人家有的我又沒有 人家有大車 人家有特斯拉 我又沒有 就是靠人家有最好的 人家有最好的 人家有結婚 我又不結婚 人家有生兒 我又生不到兒子 不要看那些不好的東西 看好的 人人都有不好的東西 人人都有問題的 困難的 這些困難是可以患難生忍耐 這個看法 正面看神的恩典 人就起落 時時感恩 也親近神也起落 這個盼望神的榮耀 有些人只想到將來天堂 但在這個經文 《哥倫多》後書三章十八節 我們眾人竟然闖著念 得而看見主的榮光 這個闖著簾是什麼意思呢 他上文是說開摩西上西乃山 下回來發榮光 人家頂不住 於是就叫他鋪張柏子在他面上 然後保羅就說 這個柏子何時除去 他們就來到神那裡 闖著簾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把柏子除去 我們每個人都有柏子 什麼柏子 罪 浮面思想 低沉 抑鬱 自己沒有用 看人的不好的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的柏子 我們將這些放下 越看神的恩典 越看到神的榮光 我看什麼也看到神的榮光 我看水也看到神的榮光 水和榮光有什麼關係呢 喝水是很舒服的 喉嚨很舒服的 吃東西是很舒服的 這些都是榮耀神創造好吃的東西 感謝神的喜樂 是美好的 神的喜樂是美好的 讚美神是美好的 這就是榮光 神的榮耀 在遍地充滿神的榮耀 神的慈愛 神的寬容 神的饒恕 神的憐憫 都在你的生命中彰顯出來 你想不想是這樣的 你的生命就完全改變得力了 這個榮上盼望神的榮耀 當然盼望將來天堂的榮耀 也盼望今生榮上加榮 我講到天堂的榮耀 我簡單講一點 到底天堂的賞賜是什麼呢 在《但義書》十二章三節說 是為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歸耳的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使多人歸耳 令到更多人跟從神 你在天上發光如同天上的星直到永遠遠 然後保羅的前書十五章 這就是讀聖經《流心》帶來的結果 就是《流心》會的經文 保羅說我們復活是怎樣的呢 他又講到日有日的榮光 有沒有印象嗎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將來我們復活也是這樣 意思是什麼呢 有些人復活就像太陽一樣 有些人復活就像月亮一樣 有些人像星 也有光和沒有那麼光的星 有些人說 你很光就像天堂大光燈一樣 在出埃及記33章有回應這個問題 摩西很愛神很喜歡神 求神彰顯他的榮耀給他看到 大家看看這個經文 神怎麼回答他 神說我要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我要將我的恩典慈愛在你面前經過 神的榮耀是充滿恩慈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將來在天上我們充滿神的榮光的時候 是更大充滿神的愛 更大充滿神的恩慈 在天上都有程度 寶羅很清楚說到有日有月有星 是有不同的程度 而聖經說到榮耀是包括神的美善 神的慈愛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美善的時候 哇 真是好 我們越親近神越經驗到神的愛 我自己來說 我一期親土 我是感受到神的喜樂和愛 是感受到的 待會我們說這一點 很快就說這一點 所以將來去到天堂 你真是為神而做一切 是永遠存留的 我們是謙卑地做的 不是一路說神了 我做了這麼多的事 我帶過幾個人去信耶穌 說拜託你賞賜我 我們不用這麼想的 我們只是說 神我是不配的仆人 我所做是應份做的 你的恩典更大 我所做的只是很微小的 就是一個謙卑的心去來到神 神一定是歡喜的 那麼我們整個生命就是榮上加榮 而將來是將來充滿神的榮耀 這裏代表世界的善神的計劃 這裏是紅色的善 代表神的計劃 由創世到處主回來 神有一個計劃在每一個時代做祂的工作 在以前的時代 我們看到摩西 撒母耳 大衛 穆仙之 耶穌 士徒 他們在這個計劃上做了些什麼 當我們越張顯神的榮耀 你就在這個計劃上有份 有些基督徒在這個計劃上很有份 他們真的經常幫助人 傳呼音 建立人的靈命 不過有些基督徒只是 拿著船邊得救 僅僅得救 他們的貢獻是小到不得了的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 如果我們將來神的榮耀 我們真的在神的計劃上有份 神就看重你 神看重你的時候 因為神一切在祂手中 祂必然祝福你的生命 你的一生必然蒙福 你會看到很多人得福 你會開心快樂 你會整個人的恩典非常豐盛 真的站在這個恩典之中 最後說到患難中了歡歡喜喜和經歷神的愛 最後這一點 我先讀過 我不詳細讀 經歷患難也有兩種反應 信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的後果 患難生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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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但他不覺得是令人生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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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诗篇写在诗篇上 我示范一下 我的心平稳安静 不将断过你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稳安静 有些人经常说一些闲话 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我就学了这个习惯 一直唱诗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人就平静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成熟 患难忍耐 一直成长 所以他希望患难对他来说是祝福 而不是带来苦毒 耶稣也说 为二寿逼巴是有福的 为二寿逼巴 神会赏 会纪念 最后一点 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 把神的爱宵灌在我们心里面 宵灌是什么呢 就是堵下去 神的爱可以堵入我们心中 我自己真的经历过 神的爱可以进来的心中 充满爱是极度的感动 我是多次经历过的 我每次祈祷都会经历到神的喜乐 以及有爱在我里面 我感谢神 圣经也说到我们可以经历神 这不是我作出来的事 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 祂是有福了 尝尝主恩滋味 所以信耶稣是有福的 当你放下重担 倚靠耶稣是有福的 耶稣将平安给你 勞捕丹重担可以得安息 圣灵将神的爱 宵灌在我们心里面 提供我们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喜乐犹代替悲哀 原来神是可经历的 我问那些人 你拜神有什么经历? 没有的 没有的 但我们信耶稣 亲近耶稣是有喜乐平安 是活神 是有力量 越亲近神越有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得力 有将远神的荣耀 怎样更加得力呢 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 整个心灵 心灵包括灵与魂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我整个思想认同圣经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神所有作为都是好的 神任何工作都是好的 第二 意志 我决意听了神话 其实我已经71岁了 但我不会退休 有些人问我你是不是退休 我说我从早到晚都会工作 我从早到晚都会工作 有网上的训练 又有写东西 我不断想写东西 我也有书在写中 有一本就是《神属性查经法》和《港道法》 你发现我经常都讲《神美善》 就是《神属性查经法》和《港道法》 每个经文都看到神背后的恩典和慈爱 所以我决意走上神的路 有感情 就是 神也有感情 父人已能忘记她吃乃的婴孩 不连书她所生 就算有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 神经常怀念我们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开心 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开心呢 有些人说 去旅行就开心 喝茶就开心 生儿子生孙就开心 我们应该说 我有神就开心 我天天都开心 这样就更容易经历神的爱和能力 而且整个灵 凡在我里面的都去清重祂的生命 整个生命就能够得利了 我们总括说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 我没有写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德与神相和 可以和祂做好朋友 甚至辛苦 在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丰盛恩典之中 很多礼物 我们的生命 荣上加荣 我们的生命荣上加荣 患难中都以神为乐 在患难中都不怕 还有任何时间都经历神 经历神的作为 经历神的平安喜乐 以及祂的帮助 这时候我会带大家有这个回应诗歌 Hallelujah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一起闭上眼 专心感激天父 耶稣我爱你 这首诗歌很简单 如果你记得 你可以不用提歌词 耶稣我爱你 我会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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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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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稣说 我真的很爱你 我真的很感激你 很欢喜你 我会带我 我为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得美 我并 我愿意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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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紧靠祢 挨拶祢 第一首诗歌 主我更加祢 祝我更加祢 祝我心 祝我更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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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子 祝我婆 祝我佛 祝我彭 祝我佛 祝我佛 我更拥抱 我只怪你 我所愿意 我只怪你 只怪你 你是不是将生命远传给耶稣呢 我只怪你 我所愿意 我只怪你 只怪你 你将生命远传给耶稣呢 我只怪你 所愿意的手 我只怪你 我只怪你 我们今天的信息看到神有这么多恩典 你对神的爱有没有回应呢 你说神啊我真的浪费了你的恩典 你有很多恩典给我 但是呢 我只是活在很多苦恼 很多不开心 很多困难之中 因为我没有捉紧你 也没有彰显你的荣耀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主要我可以今天开始活出神你的荣耀 叫我荣上加荣 将显神的荣耀 将显神的慈爱怜悯 去怜悯我们周围的人 这样的时候 你有荣幸的祝福 今生的祝福 内生永远的祝福 今生得力 也叫多人得力 有多少人在这里当中 你 阿神啊 我愿意真的将生命委身给你 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 你 阿神啊 我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你 我真是献上给你 求主使用我的生命 你将你的手举高 神啊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你 神啊 我愿意 不要只是走一百分之一神的路 我愿意更加走在神的完美计划之中 Hallelujah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些委身的 你可不可以走到前面 你介不介意 你 阿神啊 我愿意为到神的天国而委身 也都为到灵传堂而委身 我心一直都挂念灵传堂 我在这里得到神的帮助 也都得到那次的茶经的帮助 影响我整个生命 你说 神啊 我愿意 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你来到前面 你说 神啊 我将我献上给你 将我生命献上给你 有其他你放胆出来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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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求你今天 连述这个教会 连述这里每一位在座 连述这里每一位 将生命献上的人 神啊 我们愿意将生命献上 我们生命献上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将生命献上的时候 我们的果效是不同的 我们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尝在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有人结果子是一百倍的 有三十倍的 我们愿意结果子更多 耶稣帮助我们 我献上所有 将所有的献上给主 你向耶稣说 耶稣我愿意献上什么 你可以跟耶稣说 耶稣说 我献上我的时间 我献上我的财干 我献上我的恩慈 我献上我有的机会 去祝福他们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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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越灿海 我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亲爱天父求你 祝福 祝福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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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超过人 主得力 主纪念我们每一位 加力给我们每一位 提升我们每一位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你 我再问一下 有没有人信主 在这个时候你说耶稣你拯救我 有没有人想 你还没信主 你举手 我带你一个祈祷 信耶稣 有没有人愿意 你的心可能一直蠢蠢欲动 不过我不敢举手 我做一个祈祷 你跟着我 心里跟着我说 其他人都可以跟着我说 你接受耶稣 信靠耶稣做救主 亲爱的天父 大家可以一起跟我说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我一个罪人 我活在罪中 很痛苦 很多苦恼 很多困难 耶稣是能够叫重担的人得到释放 叫我们得到安慰 得到医治 得到永生 我承认我的罪 我有得罪人 我有想过不好的事 我有说过闲话 说过大话 我没有敬拜真神 求耶稣赦免我 拯救我 我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就必然得救 我便成为神的儿女 我愿意一生跟从耶稣 得蒙神的恩典祝福 多谢天父 我真心悔改信靠耶稣 就必然得救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命 阿们 祝福你每一位 互相握手 恭喜你 愿愿我们更多人都将生命献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